所以我就考虑考虑吧 是的 玩回点 想回家有点远 这个航线就很接近上把一个圈形 位置明确 PT 英甲是上周队内首个被淘汰次数最多的选手 什么CC是上周队内最后被淘汰次数最多的选手 这个刚不就说他们的分工还挺明确的 这就说到了 其实你看到这个数据就能明显感觉到 确实是 对内大概能了解到对内的大家一个位置 对 他们刚才的位置我觉得更像是 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Ninja的这个导力次数比较高 然后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依图 上一把的上位呢 其实阿托克斯的位置会比Ninja的位置更靠前 但是Ninja至少也是最跟他的一个 就是他们俩精力是贴在一起的 然后才是smallcc跟过来 等于是偏第三个竞争战场的人 对 数据其实有些时候能体验出很多很多东西吧 嗯 这个也是老话题了 大家说到数据 有时候就不能太追求这个数据 用数据说话 是的 你两支队伍同位置的选手 可以拿数据来对比 对对对 你同个一支队伍的 你总拿数据说事的话 其实有点对某些位置 包括场上的一个 他的一个 他自己本身要做的一些事情 一些工作比较繁重 可能要考虑的东西要比较多 这种 对这种选手来说 其实就不太公平 嗯 他要承担了很多 我要探点 我要给出意见 操作很多很多 其他的一些操作 我不光是要开枪的 所以说以前不是说四号位 还有这种偏指挥位 他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差一点点吗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到 牛海比不就可以吗 那我想到 如果是牛海比四个选手 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其实四个人 他不光是 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想办法 怎么进圈 怎么去打这呀 他基本上四个人一起在 就想着这波价怎么大呀 或者这个拳行怎么进的时候 其实能分担很多很多 很多队友的一个压力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数据 就是第三周周中赛 第一日的一个场军伤害 天怕是遥遥领先 他们远近的伤害都有补充 天怕 拍热都算是在 这个场军赛第三周了 算是觉醒了 慢热是吗 好慢热 拍热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肯定是 这两个队友其实 往年的一个经验 也都是这种感觉 慢热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热的 因为拍热现在不是在 爱伦阁赛区吗 其实他对于这个赛区来说 我觉得他的风格 就比较贴近于 唯寒迪赛区 因为唯寒迪赛区 他无论跟哪个赛区打 五五开吗 他都差不多 就是他好像 适应性特别强 因为你想 Pero他不就是像水一样吗 水的兼容性不是很高吗 对吧 其实按风格上来说 包括他的这个起伏的分数 真的都很贴合 唯寒迪的风格 包括颜色都很像 这波 有两个人爱七的话 直接贴了不走 全员贴过来 打到一枪 安全贴上 爱七这波扎点 看一下SMS 进点的两个人 也没受到什么损伤的 也就是 可以走 现在其实SMS 两个人也是可以走 爱七也是可以走 但是爱七这四兄弟 顶到这里 明显是想给你打 是的 A毛佩哥 找了一个 对方不知道的位置 虽然说前面有些车身 但是车远去的话 爱七应该不会放太大警惕 在这个斜坡 对 这个位置虽然不在圈 但是如果早期 能够在同一个运营方向上面 去对对手进行一些减员 或者是淘汰 对对 团灭对方的话 会让后续的推进轻松很多 所以 看有没有机会吧 主要还是 主要是这个团战 其实两边 主动进攻的一方 肯定是比较吃亏的 A毛佩哥 他手上还是一杆双居 而且MS是一个包夹之士 A毛佩哥已经单人绕后了 给A毛佩哥的机会 应该就是 I7站在外面的人 现在谁在外面 谁最危险 比如防顶这个屁 这个枪有点不太好 对 他是M16加双居 他对自己的双居 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自信 也没雷 这个时候 多小有颗雷 要打三点八吗 三点 三点更稳一点 又漂亮 打两个 刚才没有看到高点 别贪 你这个枪线你就不要贪了 是不是把高点人忘了 是 但是考虞有一个补枪 把防顶上的人给击倒了 这I7只有一个人了 老橘怎么办 反正 救不了了 是 反正 E毛佩哥一倒不及 肯定是要去抓单 抓老橘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雷太惊险了 差一点点 这雷要是炸两个 我感觉他有的打了 炸两个就一打一了 是的 没有急救包 选择 给我分一个 选择现在急需一个急救包 要不把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盒子回头摸一下也可以 不过这个过点了 这枪没有 天外飞枪 是的 贾维斯的一枪是喷带走老橘 老橘那一枪喷的有点 我现在 我现在相信E毛佩哥他那个 可能考虑到两个因素 第一是他觉得栓局只能打一个 因为过来拉栓的那个时间太长 对方有可能会换站位 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那种一击必杀的资金 栓局在这个偷人 我觉得这么近 肯定是不愿意用这个栓局的 甚至我觉得M16 他三连发 就当时那个爆发 那个近点爆发的话 换一个红点 或者是怎么着的话 其实爆发的话也能秒点 是的 好 来看一下这里另外一侧的一个贴房 这个点位也不是特别靠近 全中心 也还行 因为 其实算是陆地的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点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水域边境还是有 而且机场岛也占了一部分的一个圈边 他MC掉了一个人 舰员嘛 对 现在只有三个人了 那配偶是听着这个枪声来到了隔壁 旁边的一个房区 这把他们离17的位置就会比较近点 上一把的话他们是完全是两个方向 对 选择了歪城 上一局是歪城的一北一南 一个走向 实际这个车队应该是为了分战和拿一些高点 他都过来 这很危险 看这里只有一个人 对一个人挡不住17火力车 这一波火力车都过来直接拿到了防空洞的一个口 MG这个空点 有一点点匪备所思 这个 实际仿佛来得很轻松 因为他剩下两个人完全就没有要帮的意思 他脚下的房区 踩一个人被悟空撞了 然后防空洞 防空洞其实分战也没有在那个 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两个洞口分战的 对 他们就是非常轻松的派了一个先头车 车上两个人过来把这防洞直接抢 然后后面两个人再跟过来 是 就是比较靠近山的 就比较靠近防空场山的这个防空洞 其实你如果没有四个人的话 或者三个人的话很难防 因为很多队伍在走这个防空场山的时候 他可以在山上先走山上的一个土路 看你下边 什么情况 洞口人不多的话直接顶你 很难防得住 是的 我们刚看到防空洞的A1口里面 是有一个吉普车堵上的 但那吉普车还可以完好 是放车的一个位置 对 但是 但是离AMG的人有点远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车 AMG 和尚宇的北深木西其实有点像 就是彩位上面吧 是 SEG从海边过 这种团队没有什么枪线打他们 只有这个沙滩 可能就做过6倍进的SPS 这个枪打车真的是 他 再远一点啊 他的子弹可能还没有车那个 就感觉还不如车速快那种感觉 是的 好已经远去了 最后一辆尾车 其实 基本上没有造成伤害 最多可能有一些子弹落到了车的身上 打白防 直接拿下 这个位置 就是 因为这一局它其实这个圈吧 这个水域面积加上海岛的那个面积 也挺多的 对 和上一局的那个一圈的陆地面积其实 比例上有点像 对很像很像 但是这一局啊 它很多点位是可以踩人的呀 而且后续圈形的走向啊 几个比较热门的点 嗯 大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顺位有不同的选择 是的 前面就是算概率的时候 四圈概率 它其实是会更贴近于 主要陆地的南部板块的 这把不知道后面的圈形 会不会真的会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概率很低 它只有十几 我记得 就不像上一把的那个二十多什么的 对 但最近的圈啊真不好说 因为昨天还刷了一个 就是机场圈 刷了一个特别少见的 嗯 特别靠近这个 南部海岸线的一个圈形 嗯 那个决赛圈特别少见 看看今天也会给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圈 哇 走到大小店附近啊 对 伐木场大小店圈形 对这个走向是 很难打 哎呦差一枪 差一枪 差一点 因为又是一个人 要过来吗 有人贴车 玩朋友怎么说 你 你不会是拿张德森的举本啊 走 HQ也是要走的 不顶 他并不是要顶 好恐怖 倒了 倒了 顶一下还是可以的 这个没倒地 没必要 是的 好朋友自己单挂在比较靠后的 前点的队友已经去拿点了 他如果倒了的话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是 听到车身的情况下 天路本来想贴车都要跟焦羊一起去找点的 但是他们后面又留了两个人在农场 知道HQ有这个信息 可能又看看有没有机会扫一下 是的 HQ是绕到了南侧去找牛海平那个方向去了 他想走海岸线 但海岸线这个是个满边啊 这里你来牛海比这点你怎么过去 再绕我已经被打了一个 听到上升之后只能背货往海边的方向去走 但是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在麦田被留下了一个 然后Pero在关键的时刻虽然打了小鬼 但自己出现了车祸 战斗力不足 是的 马哥这个倒地之后啊 看个时期会不会前压吧 如果不压的话其实还好 他们撞了炮楼 对 炮楼 小鬼没扛住 毕竟是先被击倒 应该在车上就被打下来了 感觉CTG的雷先来了 HQ一颗雷 这里忽视了CTG的位置 虽然说HQ有波新手机会 但他没击倒人 而且站的也比较散啊 是的 缓了一口气 马哥扶起来还可以打 做邻居了 我听到音乐了 开车还把这个车仔音乐打开 住上我方士气啊 所以在车上不是就把二楼的小鬼 他那个车就 旁边这个游戏里是车的车仔音乐 长士气吗 他那个音乐 我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就是为小鬼放的 这个取风 对 你要说我开这个车放音乐 那是为对方发的 那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确实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设计的欢快一点 哎呦 踩火了 完了出大事 马美利也是被围剿啊 是吧 这个二楼 这一局啊 统称炮楼二楼呆不得 对 悟空也是 在马蹄山这一侧 也是四个一分战啊 各站各的点位 很难支援到 Coco虽然很近 但是第一时间其实马美利也 也没什么机会 是的 如果有个击倒的话还好 但是这波没有击倒 你看SMS拉开阵式 四个人 就专打这个点 现在伯良绕了身后 如果能有机会偷一个 这个架还是能打的 Coco这个禁点其实挺危险的 就靠博良 能不能够缓解一下禁点压力 哎呦有一个固定靶子 这你不 对吧 你不得交代在这里 是的 可以把人先补掉 那这架可以打 走了 SMS往后撤了 这样他Coco就可以动了 不然Coco刚才被锁在那个凹槽 其实挺难受的 但他去哪里呢 马上要合圈了 合圈要吃一点蓝圈的伤害 往北边去绕 博良刚才是出过枪的 知道蓝圈应该还边上挂了一个 要稍微的远一点绕的 这个三圈 这个三圈好刺激 可待的地方可太少了 他把罚布场都刷走了 那也就是大小店 都没有大店了 对 小店下面南边那一片房屈 然后就是M成那个圈 这个三圈 这个三圈特别像昨天那个机场圈的那个 也是在三圈的时候 同一个性质 对就是往海边去走的 是贴着一个海边的 抢位置了 手快有手慢无 张德胜一马当先 但是后面的队友有点危险 跟17的车跌得很近 这个时候比车站的准确度 还是天路先到了 这个房居没拿到 但是17的目标也不在这里 速轴的车已经遥遥领先 这个时候 宁甲跟他差的距离 远的不是异性半点 而且他自己的位置 被夹在17车队中间 自己也很危险 还好还好 小五这边的话有点危险 宁甲这个位置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导致率那么高了 这个自己突然探点 是的 很危险 宁甲已经到位了 17马上汇衡 宁甲到位这个点位 又是一个炮楼 DT要撞 还要撞吗 要严选择冲了第一个 他选上极低 车子横过来 说明砍一点枪线 亲居一发 17是少人的 1点打 DT已经倒一个了 两边各倒一个 但17人数有劣势 这个时候再倒一个DT 爆个闪 这应该是二打二了 对 宁甲的位置肯定被爆得很清晰 而且 竞点应该是二打一 因为要严是一个架强位 他前面是些甩车过去到隔壁房区的 这个雷扔进去了 漂亮 但是自己也是把队友补掉 没办法 苏九那个位置 是趴在了这个 对 那要严可以不用过来了 宁甲旁边 要严的话自己一个人站大房区吧 17一换三 看起来耀眼像是那种拉仇恨的 然后一个枪 他拉一波枪线 然后后续队友顶这个加战 这波小北站出来 小北打两个嘛 我记得 Pero的话 旁边也是收集了一波信息 还是要看一下 他应该是本来想来看有没有分可以K的 但是没赶上热乎的 脚下这个房区 他是肯定势在必得 是最终的归属也可能是Pero的 嗯 因为底下的人都比较少嘛 这波价打了 除了那么多信息 随便 其实随便赚那个方区 他的优势 是 不过他不急 HQ HQ只剩两个了 一直被牛海皮限制 他最终的目的是走M城的沙滩 但是牛海皮也拦路虎啊 往这一站 谁也别想过 是的 悟空 悟空他是顺着Pero的屁股那个方向过来 然后 稍微的去走了偏马路的方向 对 Pero就是聪明的 他没有着急下方去 他这个圈形能在这里先站一站 他去炮楼了 对 把后面的队伍赶一赶 炮楼只能趴着 但圈的话走向应该是还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排水了吗 悟空去那个炮楼还是可以的 是的 这掉人了吧 他掉了两个吗 这一路上太多枪线了呀 因为旁边Unite 北边CCG 包括Pero都可以抽到 那位置确实很难待 如果说Pero刚才直接去耀岩房去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拿海边的位置 对 他就踩到这个Pero头上了 对 但Pero他不会让背后再有这种 这么有威胁的敌人存在 所以他没有去 这个圈他还可以踩着 哇 这也是支柱网形枪线 这车阶原地倒翻 这 这个 这怎么玩吧 这 MG 两个分数全是DTT的 我已经听到有人被K头的怒吼了 这个 还是很多新队我觉得 这个比赛也不光光是靠这个枪法打的 有机会大家还是能多去看看比赛 多看看比赛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现在上帝视角全景看下来 我没 我觉得没什么位置去的 哎呦 这里是谁好像原地输出时间过长 然后被原点的栓举给放倒了 S2S也只剩悬子了 嗯 他贴的CCE这个反坡 最终的命运可能还是被轻 是的 能呆一个圈呆一个圈吧 牛HP的话选择从这个阶线走 哎呀他下面也是 有S1E S1没走 而且拉了一个包围 包围网 S1也是硬肠 不好打不好打 是 太难打了 好但是S1倒了一个 可以扶吗 在海边 嗯 天路想上来收这个分 踩上来吧 S7刚那个枪线 他因为是扫车阵 所以他拉的还是蛮开的 12月要去扶人 要去扶人的话 把中间的位置可能会让一点出来 天路也不好往上踩 他其实在往上踩的话 会被这个DT的防御抽一点 而且他现在注意力 转到了HQ的身上 他觉得有分数可以抽 暂时不急 等篮群过来 把一拿的分先拿一拿吧 好车辆起波 这就行了 这个熬到的牛排皮没了 是的 来到了HQ的脸上 波波 跳窗没跳上去 不过不急啊 这边还是有队友的 打摆防 好像是 我刚才是吃到了一点 吃了一个11点的伤害 然后又再被打了一枪身体 差不多了我觉得 这两个人赶紧打个雪兰 去轻 尽量不要吃蓝圈 有个4圈啊 4圈 到了之后是5圈 很痛的 直接走 切车一人是什么目的呢 是要拉到近点 准备去接天路吧 车辆刚起步 就被张德胜打下来了 他刚过这个坡 他刚才其实可以不切车的 因为近点白防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张德胜自己的身位 也是暴露给了波波 一个南北加接 我看到菠菜去贴了一个近点 这个时候 波波在蓝圈里面 即使输出 又打头目 蓝圈的枪线 对于天路来说限制太高了 12月也是拉车过来 要跟菠菜去打一个近点配合 出示天路 是的 他们完全忽视了波波的位置 他们只顾着了蓝白之间 安全区的一个点位 王鹏是近点 解决掉了菠菜 12月已经到了 波波也是转移到了白圈内 转移到了这个安全区内 现在现有安全区 但是波波刚才吃了很久的蓝圈 再加上刚才也是 应该是被抽了一些血量 打起药来 阿童木在烟雾的掩护下 可以摸一手 叫羊帮忙架枪 12月不敢压过这个波 拉起来都3打2 是的 刚才也没有扔雷的timing 因为波波距离有点远 SMS已经被淘汰了 SMS最后独廊位置 太差了 那个反波 王鹏在找人 别波波打了一个2打2 武枪很快 是 枪权差点重叠 2打1 12月的位置也被锁定 被闪了 12月很惨 小鹏一个人架 就好像在救人 对 阿童木2倒 再加上 因为12月的位置 实在是太远了 所以说扶人是OK的 这蓝圈也在赶 Pero这个养了很久的耀眼 终于还是要轻了 天鹿拿下了战斗的胜利 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结果 火封了门口 所以大家都进不去 还行啊 就是天鹿那边 掉了一个人 轻掉了ST 能接受吧 只是说这个圈形下 他的位置可能不太好 是的 平脚步应该可以大概判断耀眼位置 耀眼手上换了一把S12K 带扩容的啊 是的 CTG也是在撞防 看一下北深路西 这一把的一个守防如何 我看到耀眼打了Pero两个人 是的 带扩容的S12K 是的 不好点 CTG因为外面的枪线抽得也是比较厉害 Flying也不是很好呆 贴近点的话 烟雾也是快要散掉了 北深沐西在紧倒一人的情况下 防范出了三个人的进攻 最后一人 难了呀 已经确定在石头后面 而且蓝圈过来了 就算扶起来也等于是比较 又碰了一个耀眼 哇 一穿四耀眼 这个带扩容的S12K 他从二楼应该是直接跳下来了 因为我刚看到已经转移到阳台的附近 就一直在换位置 没打一波换一波位置 这样的话Pero就 就跟抓泥丘一样 我抓不住他 是的 他太滑了 耀眼这名选手 他之前ID叫小颜 他在揉点的时候 当时就是非常灵活 在DT的时候 是的 这个也是给他很多经验在这里面 对 他太会拿捏对手位置了 北深沐西第一波接得蛮好的 这波转移出了点问题 有点小急 但是他也没什么位置可以踩了 这个半坡如果驾车的话 虽然能呆 但是后续的命运可能还是会被抽死 是的 位置太差 对 天鹿 天鹿 天鹿这个车保得怎么样 应该还行 看起来 看起来还可以 刚才天鹿那边 主要是没地踩下个圈 他车如果能用的话 撞防区 撞Unet的防区 17刚才 就看着这个惨剧发生 应该还是 心里面有点感觉有点触的 是 很恐怖 你这个时候去攻他 等会看大家一起跑蓝圈的时候 人数优势 不知道17能赢 还是DT最后独狼能赢 反正大家过这个马路 基本上都活不太下来 戴阔龙的S12K 恐怖如死 是的 也确实 一般来说的话 觉得你拿喷子 我一起冲 我有补枪 没太大问题 但是除了 枪械再加上这种 配件的一个特殊加持 S12K的确比较适合这个 你自己单人的时候 一防多的情况下 S12K肯定是 最优选吧 对 它这已经算是单人手防 天花板配置了吧 是 但是大家可能会说 那DBS呀 或者是1897呀 这个单挑的时候 肯定好用 单挑的时候适合用这种牵 是的 好 DDT完全架住了天鹿 天鹿需要封烟 才能方便车辆起步 DT因为这个位置也不在圈了 他要动 上车了 一人一辆车 他这一步进圈呀 那看看天鹿的选择吧 如果天鹿撞方区的话 DT也可以去撞 他只提了UNITE旁 有可能车实在是开不动了 哇 哇 UNITE 这是 盒子排排座 17没有车 17是车应该是全废了 是的 那小北的话 已经摸到了一个圈边的位置 嗯 17南边已经赢了独狼了 对 小五有点难了 看看还有没有烟 嗯 现在要省着点用 前面的地方很平 因为没有车 小北要帮忙封一个 小北用五颗烟 小北要帮忙封 能不能撑到小北起烟呀 倒是 这你没办法 UNITE这么多人一起混你一颗烟雾弹 枪线给你覆盖了 那悟空也在打 是的 其实小北自己头也抬不起来 尽量拿排名分吧 对 现在已经前五了 是 这个之前 没办法了 那个阶段 其实已经被冲了剩两个人了 这个圈UNITE真的爽呀 它这个防区现在有点无敌的 看后面圈会把它刷 刷出去或者只给它一个边角 因为你现在看起来的话 CCG如果吃到圈还能操作 它人多好家伙 后面圈再怎么刷 其实UNITE它也是 优势 对 它也是能吃到圈的 是的 多少能吃到一点 那其他队伍只要这个防区没人撞 没有人点火 说我一个队去来撞 然后后续的连锁反应 比如说第二第三支队过来 其实UNITE这局大概率能拿下 可以看这个决赛圈的一个地形吗 它前面其实有一个很小的缓坡 但是不太高 就往中心的方向 对 现在DDT又被刷走了 它这个车如果能用的话 要起一些这个起步烟 它可以去贴当时是那个 北深沐西想去了那个反坡 不远 但是需要一些起步烟 就过来的话 它这个二楼可能那个反坡 你只要趴着它看不到你 是的 也在安全区 只是说现在CTG还没走 CTG那个位置 能打到DDT想去的点应该是 是的 要等一等 小北 小北超级宽边 我觉得也就前五了吧 小北和悟空就这一局 就没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 是的拼谁活得久了 也没有车 也没有机会去装防区 没有机会不 哎 波浪先倒了 都说了本局炮楼二楼呆不得 谁呆二楼谁先死 真的 小北小北 搞了个第四 嗯 应该是第四了 没办法 其实小北看起来应该会 先吃蓝圈一点 但是他比较能忍 是的 他比较能忍 他一个人嘛 他可以控制他自己 CCG也想控这个反坡 嗯 你DDT和CCG全抢这个反坡的话 UNITE直接出来劝架 就看DDT跟CCG这里 互不会有什么 彼此剪圆的现象出现 因为现在CCG还是个满边 但DDT三个人 他还在蹭这个白边 他觉得这个白边 还能在呆DDT 是的 他们俩编制都还可以打一打 说实话 啊 目前还没有进到这个圈里 哎如果他继续在白圈边蹭的话 那UNITE 那我可以在等嘛 哎也是 我可以在等一个圈 我在等下一个圈是吧 是的 他这个选择性太高了 哦 这车我觉得也 他更考虑更多的硬 还是他DDT来 从侧面抽他们 你看他这个车摆的 侧面给了两辆 就主要是 这个 其实这个局势 嗯 我们上历史上都看得这么清晰 场上的选手 他这场上这几日队伍的位置都差不多了 是 我觉得这个场上信息挺明确的 因为你现在两个满边嘛 这确定 哦动了动了 他实在不能够坐以待毙嘛 比5 血量很低 呃 应该是只有一辆车能够动 所以说 后面的人需要跑过来 哎 天弟弟打了一个 现在双方有倒地啊 这个信息很明确 这 这不得给个烟 你起码要把小童扶一下 哎呦 但是好多雷过来了 是的 是得小童自己爬过来 四个人全来 哇 吐掉一个 后续两个人被炸残 只能趴在地上 其实 有点难啊 嗯 这个 他没人上这个海景 反而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 二楼的房顶啊 上房顶的话 在CCT就估计站都站不起来 超红炸区 尤尼特雷好多 好 最后只剩火了 对 尤尼特啊 有人拉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小南这个位置 哇 两个大侧身 而且是两个上半身 是的 他要找一个必杀的机会 好稳 太稳了 蓝圈在赶他啊 小南这个位置要 给队伍一个信息 你们再给我制造一点混乱 对 或者是你们先去开一波枪 让CCT注意力在你们身上 我在想刚是跑歪 因为打药 所以说正面拖了一点时间 然后UNIT侧线 就没有低时间开枪 再这么拖的话 小南要没了呀 小南会被蓝圈 推着往前走 他跑的话 很容易让对方发现 要么就是雷用完了 他现在很尴尬 然后又出枪又怕有危险 打者 不是这个雷用完了也没关系 你正面给些压力 然后侧翼 只要有这个出枪的机会 就完全可以打 你正面不给压力 小南那个位置又出不了枪 对 因为小南的位置 他要吃蓝圈 然后对方又不需要吃蓝圈 做点什么事情 而且有人撤回去了 想上房顶吗 还是只在二楼 还是小南自己摸 小南自己摸 争取一换二是这样吗 是这个战术吗 他达到一个也可以 我觉得就是这种 就是一个不挥两个血转 起身 对方拉车准备要动了 能打一个吗 打两个还行 有人扶枪 那OK 没有问题 OK 太能忍了 恭喜云奈克十一个淘汰 这个决赛圈 是用最稳的方式拿下来的 怎么说呢 就是只能庆幸小南的点 始终没被发现 是的 是的 如果对方有意义 要去排他们的前点 或者侧位的话 如果小南这个点掉了 很麻烦 很麻烦 你看两辆车能用的话 他只要绕一个 稍微远一点的角度 可以绕到你房区近点 贴到你房区的房子里的话 那你这个决赛圈 你就是房区站 你外边两个人 甚至你回不来都 只能说 尤奈克太忍得住了 是